站住 草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要马上见郡主 郡主不在府里 可是我刚刚见过郡主 见过郡主 他身旁可能有个危险人物 方掌柜 你怎么来了 马副驾 不 马将军 草民见过马将军 今天巧了 我刚好回马府办点事 方才听你说 你见过郡主了 他回奎州了吗 马将军 进一步说话 马将军 草民看到 郡主和一个冷军 可怕的男人走在一起 我担心郡主会有危险 你说的那个可怕的男人 八成就是郡主未来的夫婿 柏王殿下 是洪儿认出了那个男人 马成主全家遇害之日 他就住在酒楼 浑身充满了杀气 身边还跟着三个黑衣人 说不定是柏王的手下 行径非常的诡异 如果他真的是柏王殿下 他来到奎州城 为什么不住在城主府 反而是花重金 包下了我的酒楼 当天入夜之后 他们所有人都不见了 隔日就发生了马府一案啊 草民怀疑 这几个人和灭门残案有关哪 你确定 洪儿清清楚楚地看见 是那个可怕的男人包下了你的酒楼 不 是洪儿和那个男人熙熙的时候 不小心在斗篷下面看到的 应该是他没错 那会不会是小孩子认错了 波王微服出巡 不希望被认出穿着斗篷掩饰 也不足为奇吗 马将军 不管怎么说 我现在心里啊 就是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马将军 要不你快马加鞭去追上郡主 看看他现在 师父 此举太过莽撞 若是洪儿认错了 把柏王的手下 当成了不孝之徒 那可是大大的不敬 方掌柜 不然这样 我找个画师画出柏王肖像 消除你心中的疑虑 你看可好 找老马将军了 我明日拿着画像去酒楼找你 顺便啊 咱们也好好聚一聚 你放心 郡主身边的一定是柏王殿下 我知道你是一片好心 不管怎样 马某都要谢谢你 谢过马将军了 草民 先告辞了 慢走